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谷歌公司近日表示 他们已经撤下了2500多个与中国有关的YouTube频道 理由是这些频道发布虚假波时的消息 谷歌说这些频道在今年4月到6月间被移除 并称其将持续调查与中国相关的协同影响力行动 这是谷歌在有关虚假信息操作的季度公告中披露的 这些频道通常发布非政治的垃圾内容 但是有一小部分涉及了政治 不过谷歌并没有说明具体的频道名称 也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 但是把这些频道与推特上的类似行为进行了比较 以及社交媒体分析公司Graphica在4月份观察到的 虚假信息活动联系起来 北京方面过去曾否认传播虚假信息的指控 谷歌公司的这则公告还提到与伊朗和俄罗斯等国相关的活动 不过在三四月份 谷歌也封杀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疫情信息的频道 或者限制流量和广告 一度被认为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来自外国的虚假信息正在变成美国政界和科技界的一大担忧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与俄罗斯政府相关的人员向社交媒体注入大量虚假信息 很多人正在为避免今年的大选出现类似情况做出努力 包括谷歌和脸书等 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就科技和社交媒体的紧张较量还在升级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扩大美国干净网络倡议 分为干净的运营商 干净的商店 干净的APP 干净的云存储和干净的电缆 几乎在同一时间 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公司Zoom宣布将停止向中国地区的用户提供产品的直接销售和升级 转由第三方公司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 蓬佩奥周三还表示 美国将悬赏1000万美元以获取为外国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个人信息 美国情报官员此前表示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美国选举安全的最大威胁 这个悬赏活动又叫正义项目 它正在悬赏1000万美元以获取任何在外国政府的指挥或控制下 通过网络犯罪行为干预美国选举的个人的身份或位置信息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 7月28日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他担心中国正在发展干预美国地方选举体系的能力 和影响国会议员的中国政策的能力 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威廉 在7月29日的听证会上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此前他曾在7月24日发表的一封公开声明中说 中国正在利用影响行动来塑造美国的政策环境 并且中国方面知道这些努力可能影响总统竞选 他警告说 我们的对手正试图破坏美国政治竞选 候选人和其他政治人物的私人通信 而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主要担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中国已经展现出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 建立政治宣传网络的技术能力 其中一些政治宣传演变成了虚假信息的传播 而美国情报部门或掌握更多的证据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